今天晚上我们来查一段圣经 今天晚上我们来查一段圣经 就是这个大家相当熟悉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同样一个道理 同样一个道理 大家对这段圣经的认识是有限的 大家对这一段理解是有限的 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讲到耶稣受试探 就是马太福音第四章讲到耶稣被试探 当我今天又去做了一份笔记 今天牧师又做了一份笔记 我又有一个新的启示 牧师又有一个新的想法 其中我会讲到三位一体的神 其中会谈论到三位一体的神 怎样参与那次的试探 怎样参与一次的试探 这个原则 也都可以成为我们信徒 也是可以成为我们信徒 怎样跟圣父圣子圣灵同工 怎么样跟圣父圣子圣灵同工 大家可以用聊天室来回答那个问题 聊天室大家有看到 第一条问题就是魔鬼是否惧怕耶稣 你答你如果是的你就答T 如果不是就答F 好那我们开估第一条先答案是不怕的 第一条的答案就是魔鬼是否怕耶稣的F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怕的时候魔鬼就不会来试探耶稣了 好第二个问题是魔鬼是否怕读圣经呢 魔鬼是不怕读圣经的 答案就是魔鬼是不怕读圣经的 等一下我们讲的时候就是魔鬼是引用圣经去试探耶稣的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读到魔鬼是引用圣经去试探耶稣的 好第三条就是魔鬼是否令耶稣感到害怕呢 好第三个问题魔鬼是否想令到耶稣感到害怕呢 或者我讲得正确一点 或者讲得正确一点 就是很多人说 很多人说那些鬼吓他 有些人说是有些人说那鬼会恐吓他吓他 那我修正一条问题就是魔鬼有没有去吓耶稣呢 牧师说他修正这个问题 问题是在于魔鬼是不是想吓怕耶稣呢 答案是没有的 答案是没有的 因为魔鬼不会做这些低层次的事情 因为魔鬼不会做这些低层次的事情 而且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 而且你需要明白一件事情 你以为魔鬼的样子漂亮还是不漂亮 你觉得魔鬼的样子长得帅还是不帅 我告诉你一定是漂亮的帅的 圣经叫光明的天使 因为圣经说他是光明的天使 还有他骗你 而且他还会骗你 你如果骗你的时候 为什么用个坏样对你 他这样要骗你可能会用一个很丑的样子来骗你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明白这个道理 另外就是魔鬼是否想奪取耶稣的生命呢 另外就是魔鬼他是不是想夺取耶稣的生命呢 不是的 答案是不对 魔鬼 魔鬼从来都不想杀害耶稣的 魔鬼从来都不想杀害耶稣的 如果魔鬼想杀害耶稣有没有机会呢 那魔鬼要杀害耶稣的话有没有机会呢 很多机会 是很多机会的 因为圣经里面说当耶稣受刺探的时候 因为圣经说当耶稣受刺探的时候 是与这个动物一齐的嘛 是跟动物在一起的 就是简单的说 在矿野里面有没有蝎子啊 是不是有些青竹蛇啊 一些响尾蛇 在矿野里面是不是有狮子老虎 或者是那个很毒的毒蛇 响尾蛇 是的 或者是蝎子 或者是茄子 是的 如果魔鬼叫蝎子咬耶稣的口 如果魔鬼可以叫蝎子咬耶稣一口的话 那他就赢了 那魔鬼就得胜了 所以魔鬼对耶稣是没有兴趣的 所以魔鬼对耶稣的他那条命是没有兴趣的 好 那另外呢就是 我时讲撒旦和魔鬼有没有什么分别的呢 我们常说撒旦和魔鬼 这两个名字有什么分别吗 是的 那你不知道你懂不懂答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答案呢 好 那我们就是说 今天我们的核心的思想 今天我们核心的思想 就是究竟魔鬼最想从耶稣身上得到些什么 究竟魔鬼最想从耶稣身上得到什么呢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PPT 有关耶稣受试探 基本三本福音书都有讲的 就是有关耶稣受试探 有三本福音书都提到的 那如果你比较之下呢 如果你在比较之下呢 马太和路加是记录得详细一些 马太和路加是记录得比较详细的 马可是很短的 马可是很短的 那你可以想一想为什么 你可以想一下为什么呢 另外呢 就说在马太和路加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特点 那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地方 马太福音就说到耶稣首先在地面受试探 马太福音说到耶稣首先是在地面试探 魔鬼跟他说 你要是神的乙子 可以吩咐这些食头变成食物 魔鬼跟耶稣说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你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跟着就带他上垫顶 然后把它带到垫顶 即是高一点了 就高一点了 最后就是带他上最高的山 最后就是把它带到最高的山上 但是路加福音就不是的 但是路加福音不是 路加就在地面 路加是在地上 最高的山 然后去到最高的山 第三个试探就在垫顶 第三个试探是在垫顶 耶稣受魔鬼试探只有一次 耶稣受魔鬼的试探只有一次 圣经记载是很详细的 圣经的记录是非常详细的 但是为什么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呢 那为什么会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呢 究竟马太记载合乎事实多些 还是路加记载合乎事实多些 到底是马太记载符合事实呢 还是路加记载的比较符合事实呢 我们做最后解答这个答案 我们到最后的时候会解答 还有在课里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还有在这一课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魔鬼用三个方法去试探耶稣 魔鬼就是用三个方法去试探耶稣 在方法与方法之间有没有关联的呢 那在方法跟方法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 那他是不是要用第二个方法呢 那当中的联系是什么呢 那当中这种关联性是什么呢 我告诉你没有解经书解给你听的 我告诉你没有任何解经书有讲到这一块 大概因为我去理解灵界的东西 可能是因为牧师本身能够理解灵界的事情 那我就可以告诉你 那牧师就可以从中找到不一样的答案 其实这就是奥秘 这个就是奥秘 奥秘不是你不知道的 奥秘不是你不知道的 我们说过就是奥秘 我们说过天国的奥秘 教会的奥秘 耶稣怎样造成肉身的奥秘 耶稣怎么样造成肉身的奥秘 其实人人都应该要知道的 其实人人都应该要知道的 但是就不是那么容易知道 但是就是不那么容易知道 那我解释给你知道 等一下我告诉你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 或者一个核心 或者是一个核心 其实我今天这一段的圣经 其实我今天这一段的圣经 有我其中最喜欢一篇的讲道 有其中一篇牧师最喜欢的讲道 就是基督徒在世上最要紧的 就是基督徒在地上最要紧的事 那你可不可以回答我呢 那你们可以回答牧师吗 基督徒在世上最要紧的是什么 那基督徒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所以撒旦就针对你那样东西 想去奪去你那样东西 所以撒旦就针对你这件事 来想夺取你这件事 那我们就讲到圣经里面 我们回到圣经里面 这里就是马太福音第四章一节 马太福音四章一节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 受魔鬼的试探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 受魔鬼 福家福音又说耶稣被圣灵充满 路加福音讲的是耶稣被圣灵充满 有没有做过英文那些文法 有没有做过一些英文的文法 有些叫主动的词句 有一些叫做主动词 这些叫Active Voice 就是用主动的 就是用主动的 另外一些就是被动的 有一些是被动的 我们叫Persive Voice 是被动的 就是被动式的 那我想问 你看到一件事就是说 是不是圣灵去主动充满耶稣 是不是我们看到的是 是圣灵主动去充满耶稣呢 是不是 是不是 你看圣经 你看圣经 不是 不是 就是简单来说 如果圣灵要充满一个人 简单来说 就是圣灵要充满一个人 这个人是要有条件的 他没有条件怎么充满的 他没有条件怎么去充满他呢 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说 我当圣灵好像是个崩 我们简单来说 讲个比喻就是 把圣灵比喻成一个 打气筒的那个崩 是的 那你人好像有个气球那样 人就像一个气球 究竟你那个波 你的气球有多大呢 那你的气球有多大呢 就是你这个条件来的 是一个条件来的 你如果没有这个条件 如果你没有这个条件的话 圣灵充什么满 圣灵怎么充满呢 圣灵充满不了你 圣灵是没有办法充满你的 那我们解释了当中的原理 我们解释了当中的原理 一个人一定是被神的话 奥满了先 一个人一定是首先被神的话语充满的 是的 就是你要熟悉神的话 应该是说熟悉神的话语 是的 如果你没有神的话 如果你没有神的话 圣灵是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 因为圣灵是引导我们 我们尽力的 就是说他想引导你 但是你没有真理 他想引导你 但是你没有真理 那圣灵都做不到任何事的 所以圣灵是没有办法 所以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所以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在这里 在这里 马福音是这么说的 马可福音是吗 马可福音这么说 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去 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 这个又很特别了 这也是非常的特别 所以你发觉其实是互动 其实你会看到是一种互动 首先你有个条件 首先你有个条件 圣灵又很想引导你这样去做 圣灵想引导你去这么做 那我们得出一个答案 我们得出一个答案 这一次是耶稣主动去接受试探的 是不是 是不是 是 是的 为什么耶稣要主动去接受试探呢 因为地上是属于魔鬼的 因为地上是属于魔鬼的 耶稣要来这个世界上工作 耶稣要来到世界上工作 来到这个魔鬼的地头 来到魔鬼的地头 一转是在所难免的 一站是在所难免的 如果你不能够胜过魔鬼 如果你不能够胜过魔鬼 那你就收工就可以了 那你就拜拜了 或者不用开工 那可以说就是不用再工作了 不用开始工作 不用开始工作 不要开始工作 就不要开始了 诗世语说天国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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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就来到世界上来开启那个天国 所以一定要胜过魔鬼 所以一定要胜过魔鬼 是为了这个缘故 是为了这个缘故 圣灵就催促耶稣快点去吧 圣灵就催促耶稣快点去吧 即是快点去工作 就是快点去工作吧 但是我们记得一件事 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 耶稣去主动接受试探 你不要学 耶稣主动去接受试探 你千万不要去学习 所以你不要有样学样 你不要有这个样子 你就去学 应学你就不学 应学你不学 你就学不应学 你就学那个不应学的 是的你要分清楚 你要分清楚 耶稣教我们主导文是这么讲的 耶稣教导我们是这么讲的 求主救我们 求主给我们避免遇见试探 求主给我们避免遇见试探 意思就是求主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 求主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 那我们明白遇见试探呢 我们要明白遇见试探呢 最好就是三十六着走为上着 就是三十六着走为上着 但是你走不动的 但是你走不动的 耶稣三十三年在地上 就算耶稣三十三年在地上 魔鬼都试探他的 魔鬼也是试探他的 那你是谁呢 那你是谁呢 有些人说我灵性非常好的 有些人说我灵性非常好 魔鬼见到我都弹开的 魔鬼看到我自动弹开了 魔鬼见到耶稣都没有弹开 你看魔鬼遇到耶稣也没有自动弹开 但是无论怎样 但无论怎样 在旧约阿多是输了给一条蛇 在旧约亚当是输了给那一条蛇 我们跟着讲就是说 耶和华神直着约百姓 后来就讲到就说 耶和华令到约伯胜了一战 即是一比一打和 就是一比一打和 这是旧约 新约借着耶稣再圣化魔鬼 新约借着耶稣再圣过魔鬼 所以有些人就跟我说 所以有些人跟牧师说 牧师你不要去接触鬼 牧师你不要去接触那些鬼 你不要弄他 你不要主动去找他 如果你没有能力 如果你没能力 你害怕 你当然是走 你当然是走 但是耶稣是空有成竹的 但是耶稣他是凶有成竹的 耶稣是不是主动去面对魔鬼 耶稣是主动去面对魔鬼 这个你就应该学的 这个应该学习 你应该是来到去推广天国 你应该是去推广天国 当你推广天国的时候 魔鬼一定不放过你 当你去推广天国的时候 魔鬼一定不会放过你 好了 那我们又去分解这段圣经 我们也要去分解这段圣经 是谁要试探耶稣呢 是谁要试呢 第一是撒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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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以前说过就是抵挡的意思 我们之前提过撒但就是抵挡的意思 第二就是魔鬼 第二就是魔鬼 整本圣经是只有这一句去解释 就是整本圣经只有这一句来解释 就是撒但就是魔鬼的别名 撒但就是魔鬼的别名 但是魔鬼有另外一个意思 但是魔鬼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残毁者 就是残伴者 是的 即使他是诬告你的 就是他是诬告你的 捏造坏屈 捏造谎言来残伴你的 撒但是一个离间者 撒但是一个离间者 就是他有机会才能够离间你的 他就是找到机会才会离间你的 那到新约魔鬼出现的时候 到新约魔鬼出现的时候 他就不等这个机会了 他就不等那个机会了 他就主动出击 他就主动出击 去诋毁你 去诋毁你 好第三就是那试探人的 第三就是难人的 世界上有这么多人是谁是试探人 那世界上那么多人 那有谁是试探人 那就是魔鬼 就是魔鬼 魔鬼是试探人的专家 那魔鬼是试探人的专家 所以我们不够他斗的 所以我们是斗不过他的 所以我们就尽量不要 尽量逃避 我们信量逃避 那这个呢 就是有关魔鬼的意思 这是有关魔鬼的意思 英文也叫devil 英文的devil 或者叫demon 或者是demon 那刘森呢 其实他应该用大草的 流利 他应该是用大血的 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说 如果他用大草 如果用大血的话 就只有一个 就是只有一个 如果用小草的话 如果用小血的话 就是一般性的 就是一般性的 好 那我再看一个统计 我们再看一个统计 在新约里面提到这个魔鬼 是有三十四次的 在新约里面找到魔鬼的有三十四个 多不多 一点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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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之前说过 你是没有机会遇到魔鬼的 所以我之前公司提过 你是很少机会遇到魔鬼的 就算你遇到那些魔鬼 都不是大街的 就算你遇到是魔鬼 也不是那个大血的 只不过是属于魔鬼 只不过是属于魔鬼 或者是一个品牌 或者就像一个品牌 那我们再看看 我们再看这里 在耶稣受试探周围的环境中 有什么事物去威胁耶稣的生命 在耶稣受试探周围的环境当中 有什么事物是会威胁耶稣生命的 试耶稣四十昼夜在旷野 圣经说他 耶稣四十昼夜在旷野 从一开始已经有野兽跟他一起了 就是从一开始已经有野兽跟他在一起了 我们不讲野兽了 我们先不要说野兽 譬如你回教会 例如你回教会 跟着教会全部关灯 教会就全部把灯关掉了 你试试在那里过一晚 你试一下在那里睡一个晚上 很大人害怕 那里好像也蛮可怕的 是不是 就是很孤单一个人 就是很孤单一个人 如果叫你去抗野呢 那如果叫你去抗野呢 你更加大人害怕 是不是更可怕呢 可能晚上柴狼在那里叫 嗚嗚的叫 可能有狼在嗚嗚的叫 那还有些的 我就是说那些蝎子啊蛇 是非常之毒的 还有很毒的茄子啊毒蛇 但是圣经里面就说 所以你看到 耶稣试探背景是相当危险的 所以看到耶稣试探的背景是非常 但是在这个试探里面 魔鬼所针对的不是他的生命 所以在试探里面 魔鬼试探他的不是针对他的生命 那魔鬼针对什么 我们稍后解释 魔鬼针对他什么 我们稍后去解释 那我们还要讲一下 在耶稣的受试探的时候 有谁是旁观者 在耶稣受试探的时候 有谁是旁观者呢 神是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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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可不可以救耶稣脱离试探 神可以救耶稣脱离试探呢 如果神要救耶稣脱离试探 如果神要救耶稣脱离试探 如果神要解救耶稣脱离试探的话 那倒不如圣灵不要引导耶稣受试探 那倒不如圣灵不要引导耶稣脱离试探 那就什么事就没有了 所以说神是救不了耶稣的 所以神是救不了耶稣的 因为神是主动和圣灵一起合作 令到耶稣受试探的 因为神是主动跟圣灵合作 令到耶稣受试探 还有我只是说到 原来耶稣旁边有天使 原来这里有讲到 原来耶稣的旁边是有天使的 圣经说耶稣试探完天使 就快来试候他 圣经说耶稣受试探完之后 有天使来侍奉他 那天使是不是迟到 那我们说是不是天使迟到了 不是 基本上耶稣受试探的时候 他已经在了 但是他们是不能够帮耶稣的 因为他是灵界的存在物 因为他们是灵界的存在物 所以这个也都给我们看到一件事 那就是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今天我们在地上发生很多事 今天我们在地上发生很多事情 神可不可以出手 神是不可以出手的 神不是不可以出手的 神是不可以出手的 神是不可以出手的 神不是不可以出手 神是不可以出手的 神是不可以出手的 因为他如果出手 就干预了这个世界 如果他出手 就干预了这个世界 神要到什么时候出手呢 神要到什么时候出手呢 到大审 就是到审判的时候 神又会出手 到审判的时候 神就会出手了 一天审判未来呢 一天审判不来的时候 神都会荣耀在这个世界里面 神都荣耀在这个世界里面 有一些不公平的事情 有一些不公平的事情 比如我们现在 就像我们现在很清楚 乌克兰是不是被人家有些 就是它叫灭绝清洗 就像现在乌克兰 好像有点给人家灭绝的清洗 有人就说一件事 为什么这么残忍的事 怎么这么残忍的事情 神都不会阻止 神不去阻止吗 如果世界上很多残忍的事 如果世界上很多残忍的事情 有时车祸也会死很多人 有时车祸也会死很多人 有时天灾祸也会死很多人 天灾祸也会死很多人 神时时都出手 那如果神常常都出手 那别人不要做这个世界 那就不要做这个世界 你明白一件事 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好 所以他们只能够旁观者 所以他们应该是旁观者 真正去做一个比赛 就是耶稣和魔鬼进行 真正的比赛是魔鬼跟耶稣在进行中 好了 那我们又问 魔鬼在什么时候来试探耶稣 那么魔鬼在什么时候来试探耶稣呢 圣经里面说 圣经说 当耶稣饿的时候 当耶稣饿的时候 魔鬼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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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不饿 魔鬼就不来的 魔鬼 如果耶稣不饿的时候 魔鬼就不会来 那我想问一件事 魔鬼试探耶稣多久 多久 多久 四十周夜 四十周夜 不是四十周夜 圣经说 耶稣的金食四十周 圣经说 耶稣禁食四十周 直到耶稣饿的时候 直到耶稣饿的时候 魔鬼才来的 魔鬼才来的 简单来说 魔鬼真正试探耶稣的时间一天都不够 简单来说 魔鬼试探耶稣的时间一天也不够 不过就是在耶稣需要的时候 不过就是在耶稣需要的时候 什么叫需要 什么叫需要呢 耶稣他 我吃十周夜 是不是需要吃饭 饿了四十天 应该是要吃饭的 你留心 我们要留意 魔鬼陷害耶稣 魔鬼不是陷害耶稣 魔鬼是一个很好的心意的 看起来好像好好心意 好好心意 你饿了 你饿了 他就提醒你 他就提醒你 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神的儿子 你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你就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我们叫二个借火 这个就是超级容易的事情 所以魔鬼是为耶稣好的 表面上就是魔鬼好像是为耶稣好的 是这样的缘故 耶稣才有机会掉下去试探 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耶稣才会掉进去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将不好的就归咎魔鬼 所以我们常常都会把不好的事情 都丢给说是魔鬼 其实魔鬼不是的 其实魔鬼不是的 魔鬼常说 我将好东西给你 魔鬼说我常常把好东西给你 这样才能骗到你的 这样才可以令到你掉进陷阱 魔鬼试探耶稣有多少种方法 魔鬼试探耶稣有多少种方法 你解释这段圣经 就根据《勞加福音》第4章第13节 解释这段圣经 《诗路教福音》第4章第13节 那你听完我讲这篇道 你会很开心的 听完牧师讲这篇道应该很开心的 简单来说魔鬼有多少伎俩去试探人呢 简单说就是魔鬼有多少伎俩去试探人 是否千变万化呢 是不是千变万化呢 不是 不是的 他只有三种而已 只有三种方式 他只有三种而已 用完就没有了 用完就没有了 所以他试探耶稣一定是用最厉害的方法 所以他试探是用最厉害的方法 那你读《勞加福音》第4章第13节 魔鬼用完了一切 用完了各样的试探 《勞加福音》第4章第13节 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 是的 那他是怎么样 那怎样 那就是暂时离开耶稣 那就是暂时离开耶稣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所以有哪三种方法呢 那我就介绍给大家知道 介绍一下给大家知道 介绍一下给大家知道 这段圣经值得你背的 这段圣经值得大家背下来 不如等没有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吧 或者请旁牧师你读一读 好我来读 约翰伊书2章15节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 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 是永远长存 圣经里面说 凡世界上的事 圣经说凡世界上的事 就是世界上只有三样东西 这世界上有三样事情 这个叫肉体的情欲 一个叫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第二就是眼目的情欲 还有今生的骄傲 还有今生的骄傲 夏娃为什么掉到那个试探里面呢 夏娃为什么掉进那个试探呢 就是肉体的情欲 就是肉体的情欲 那些分别树 我说那枝好作食物 圣经说分别三二树的果子好作食物 另外就是眼目情欲 另外就是眼目的情欲 圣经说那果子是月人眼目的嘛 那个圣经说 他那个果子是月人眼目的 还有什么叫今生骄傲 什么叫今生的骄傲呢 因为那个蛇告诉夏娃 因为那个蛇告诉夏娃说 你笑了之后有刺猬 你吃了之后会有智慧 夏娃很大吸引 是不是对夏娃非常大的吸引 所以夏娃也是这样掉下去的 所以夏娃就是这样掉进去 耶稣又怎样呢 那耶稣是怎么样呢 第一魔鬼针对耶稣肉体的需要 第一就是魔鬼针对耶稣肉体的需要 叫他吩咐这些尺头变成食物 就是魔鬼叫耶稣吩咐石头变成食物 第二就是带他去最高的山 第二就是带他到最高的山上 叫他看这个世界 叫他看那个花花绿绿的世界 第三就是叫他从垫顶跳下去 第三就是叫他从垫顶掉下去 垫顶跳下去有什么解释 垫顶跳下去有什么解释 是不是想跌死耶稣 要摔死耶稣吗 他知道不是想跌死耶稣 其实他意思不是这样 譬如我现在我在家跳下去 如果现在我从家里面跳到路上 是不死的 而且是不会死的那个 不死有什么效果 如果这样跳下去都不会死的话 有人都说 李牧师你真好聪明 大家都会说李牧师你很厉害 在垫顶跳下去不死 从垫顶跳下去都不会死 如果耶稣在垫顶跳下去不死 如果耶稣从垫顶跳下去不死 那些人就很崇拜耶稣 那些人就非常的崇拜耶稣 耶稣全都不需要 耶稣都不需要那么辛苦去传道 那些人就会推举耶稣做王 那些人就推举耶稣去做 魔鬼试探耶稣就是这三个伎俩 所以耶稣就是魔鬼试探耶稣 就是三个伎俩而已 在近来我特别二章十七节 二章十七节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 牧师觉得特别有意思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一条命都会过去的 我们的生命都会过去的 但是唯独遵行神的旨意 是永远长存的 但是呢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远长存 你要遵行神的旨意 你一定有神的话 你要遵行神的旨意 你一定要有神的话 所以神的话是永恒的 所以神的话是永恒的 好了 那我们又解释了 我们又来解释 魔鬼怎样建议耶稣 将石头变成食物呢 魔鬼为什么建议耶稣把石头变成食物呢 首先 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 首先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 就是提醒耶稣 就是提醒耶稣 你是一个大能的神来的 我是一个大能的神 那既然你现在肚饿 这样你现在肚子饿了 那你就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那就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这个食物就是面包 这些食物就是面包 原来在犹太地里面 所以原来在犹大地的地方 有些石头 有些石头 表面上好像面包一样 它表面上看似像面包一样 意思即使说 意思就是 撒旦建议耶稣 撒旦建议耶稣 既然这么有能力 你既然这么有能力 你可以神不知鬼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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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说变 然后拿个面包吃 就是这么简单 接着就拿起面包来吃 就是这么简单 背后究竟有什么真理呢 那背后有什么真理呢 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 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 他要成为人子 他要成为人子 他就要放弃自己的神职 他就要放弃自己的神职 那这一头你放弃神职 你这一头你就放弃神职 另外一边你又行一个神职 那你是不是真心做人 你是真心做人吗 所以撒旦不怕耶稣是神 所以撒旦他不怕耶稣是神 最怕他成为人 最怕就是他成为人 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那我们见不到魔鬼了 我们是看不见耶稣 那些官府那些兵丁 不过那些官府那些兵丁呢 甚至隔壁那个强盗 甚至是隔壁那个强盗 他们讲的话都很像魔鬼一样 你若是基督 你若是神所拣选 你若是犹太人的王 你若是基督 你若是神的儿子 你若是犹太人所拣选的王 就行一个神迹 你就行一个神迹 从十字架上跳下来 从十字架上跳下来 那你看到这个严重性了 你看到这种严重性了吗 其实魔鬼很想耶稣做回神 其实魔鬼很想耶稣做回神 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没有见到魔鬼 我们没有看到魔鬼 不过周围的人 他同样的意思 他是同样的意思 你走过神迹从十字架上跳下来 你行一个神迹从十字架上跳下来 你不要做人 你不要做人了 你做回你的神 所以我发明一句名句 所以牧师他发明一个名句 耶稣在地上从来没有走过一见神迹 耶稣在地上从来没有一个神迹 你听清楚先 你要听清楚 我曾经在一间教会讲到 牧师曾经去一个教会讲到 有人听到这里的时候 大声喊出来 他大声叫了出来 有没有搞错 有没有搞错 我再讲一次 耶稣从来没有行过一见神迹 是为自己的 耶稣从来没有行过一见神迹 是为他自己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有没有搞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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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搞错 那个人可能是纷纷一架 这个人可能是正在睡觉 他听到十一句 他只听到上一节 没有听到下一节 耶稣是能够行神迹的 是耶稣是可以行神迹的 耶稣是神人合一的 耶稣是神人合一的 不过一般耶稣就放下自己的神性 但是一般耶稣会放下自己的神性 他以人的身份去钉十字架 他以人的身份去钉十字架 我看看耶稣怎么回答 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你读清楚 我们读清楚 人活着要不要靠食物 人活着要依靠食物吗 要靠的 当然要的 不过不是单靠 但不是单单靠这个 所以呢 我们人都是有情欲的 我们人都是有情欲的 需要不需要的 需要吗 需要的 需要的 甚至是这样说 都是正常的 真字也是正常的 是的 比如举一个例 举例 佛教徒呢 佛教主义呢 佛教主义呢 就将你的七情六欲 除开它 他要把你的七情六欲 是除掉的 我们基督教不是的 你是有 就好像耶稣那样 有情有血有肉的 是的 所以我们人呢 我们人呢 就是要 如何来疏到那些 我们人 怎样去疏到自己的情欲欲望 是的 用一个的 一个的 方法 一个正确 可以有很多正确的方法 有很多的正确方式 比如举一个例 举例 例如我有个 一个很贵重的标 例如我有个很贵重的手表 其实是没有的 我没有这个标 其实牧师没有 大家只是举例 那你一天 你见到我一个贵重的标 有一天 你看到牧师戴一个很贵重 就是偷了我的 你就偷了牧师的手表 你喜欢这样的标 就不是一个问题 你喜欢这样的手表 不是一个问题 那你就自己赚钱去买 那你就自己赚钱去买 你可以喜欢很多样东西的 你可以喜欢很多事情的 你说我要一间屋 我要一间房子 或者我要一个汽车 那我要汽车 或者我要一些漂亮的音响 或者是很棒的音响 这个不是一个罪 那不是一个罪 你就从正途去 你可以从正途去得到 好了 那我们进入另一条 我们另外一个 那我们说魔鬼叫耶稣 从垫顶跳下去 究竟是 目的是什么呢 魔鬼叫耶稣 从垫顶跳下去 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只是说过 一定不是想耶稣死的 当然 刚才讲过 一定不是想耶稣死 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想耶稣用捷径 简单说 就是让耶稣用捷径 去吸引人 归信他 是去吸引人 来归信他 这个是一个 真的很吸引 这是非常吸引的 耶稣是神的儿子 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 所以在魔鬼试探耶稣呢 所以在魔鬼试探耶稣呢 有两次都是这么说的 有两次都这么说 就是这句话 你若是神的儿子 你若是神的儿子 你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要是神的儿子 你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要是神的儿子 你从垫顶跳下去 不死得 要是神的儿子 垫顶跳下去 不会是 你要是神的儿子 但是来着这个试探 就不用了 但是来的 正在来的 另外一个试探 就不需要这个 你明白什么道理吗 因为这个你可以自己选择的 因为这个是你可以自己选择的 那我们读一读 好 我们来读 对他说 你若扶福拜我 我就把这一切都此给你 对他说 你若扶福拜我 就把这一切吃给你 那这个是 魔耶稣说的 这是魔鬼对耶稣说的 那我们要解释一个很重要的字 我们再解释一个很重要的字 叫做扶福 叫做扶福 魔鬼要求耶稣扶福拜他 魔鬼要求耶稣扶福拜他 即是甘心情愿的 意思是要甘心乐意的 即是不可以假装的 不可以假装的 好了下面就说 下面就说 对他说 这一切全兵荣华 我都要给你 对他全兵荣耀我都要给你 因为这原事交付我的 因为这原事交付我的 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这是路加福音 这是路加福音 上面是马太福音 上面那句是 那我们要有一个真理 我们要有一个真理 这个世界是属于谁的呢 这个世界是属于谁的呢 现今这个世界是属于谁的呢 现今这个世界是属于魔鬼的 现今这个世界是属于魔鬼的 你一定要明白一个真理 你一定要明白一个真理 所以我们住在魔鬼的地头里面 我们现在是住在魔鬼的地头上 有没有难处 有难处吗 当然是很多的难处 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我们要解释这三个试探的核心 首先就是魔鬼试探耶稣 耶稣为了表示他忠心 因为神派他来这个世界上 因为神是差派他来到世界上 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放下神性 所以他来到世界上 他就放下那个神性 为了成为全心全意成为人 为了全心全意成为人 来到去回应神对他的差派 回应他的差派 简单来说耶稣对神很忠心 简单说耶稣对神非常忠心 接着魔鬼就叫耶稣从垫顶跳下去 接着魔鬼叫耶稣从垫顶跳下去 第一个试探就是试探耶稣的 第一个试探是试探耶稣的 第二个试探呢 第二个试探呢 就不是试探耶稣的 又不是试探耶稣的 是试探父神的 是试探父神的 因为魔鬼说神已经吩咐使者 因为魔鬼说神已经吩咐使者 用手托着你 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那这里是讲什么呢 这里是讲什么呢 这里就讲你不用担心 意思是说你不要担心 如果你跌了下去的 就算你摔了下去 因为神已经答应你 因为神已经答应你了 神答应你不会跌 或者不会跌死的 神答应你不会摔死的 那就很安全了 这里就是令到神 处在两难之间 试探是让神处在两难之间 如果你是天父 如果你是天父 你看到耶稣的跳来 你看到现在耶稣跳下去了 你会不会手上用 叫天使托着耶稣的呢 你会手上用叫天使托着耶稣吗 会不会的 会吗 当然会啦 那当然会啊 你答应他的嘛 因为你是答应他的 对啦 如果你不担心 如果你不担心他 你就失信了 如果你担心他 如果你担心他的话 魔鬼又说 魔鬼又会说 你又说猜浅耶稣来做人 你又说猜浅耶稣来当人 现在有危难就做回神 现在有危难的时候 你又做回神了 那就是你不是做人的 那就是你根本不想当人 那神说 那我闭上眼了 有他跌了 那神就说 那我把眼睛闭上 由他去摔吧 如果耶稣跌了的时候 那就是神失信 那如果摔伤之后 那是不是天父他又失信了 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魔鬼 令到父神和耶稣 是动不得其正 就是魔鬼令到父神跟耶稣 就是又不得其正 就是说你救他又不是 不救他又不是 就是救他也不是 不救他也不是 所以耶稣是怎么回答魔鬼的呢 那耶稣是怎么样回答那个魔鬼的呢 他不是在那里得或者是不得 他不是在那里得 行或不行 他退前回一步 他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想都不要想 想都不用想 这个是假设的问题 这是一个假设的问题 我不答你 我不回答你 你不要试探我 你不要试探我 就是这样的原因 是这样的原因 好了 你想想 这个是试探父神的 你想一下 这是试探父神的 当父神见到耶稣跌下去的时候 当父神看见耶稣摔下去的时候 他忍不忍心啊 忍心吗 他就不是几忍心 那就不忍心了 那我讲一个例子给你知 告诉你一个例子 那我 我那时候提早退休 那时候牧师提早退休的时候 那我有几十万那些强积金 有几十万的什么强积金 那我告诉你 告诉你 如果你用把刀持着我 如果你用一把刀子对着我的脖子 我都不会给你的 我也不会把那几十万给你的 但是如果你用把刀持着我太太 持着我女儿呢 但是你拿那个刀子对着我的太太 对着我女儿的话 那我就给你了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所以魔鬼见试探耶稣不成功 所以魔鬼见试探耶稣不成功 于是便试探天父 于是他就去试探天父 如果天父看不过眼 如果天父看不过眼 那他就动手了 他就动手了 第三方面 第三 就带他上最高的山 就带他到最高的山上 将万国和万国荣华给他看 将万国和万国的荣华给他看 他说 只要你俯伏 只要你俯伏 拜一拜我 我就将万国和万国荣华给你 我就将万国和万国的荣华给你 是否着数 这个划算吗 当然是很着数 当然是很划算 魔鬼会广大骗骗耶稣呢 魔鬼会说谈骗耶稣吗 当然不会 当然不会 所以如果耶稣拜一拜魔鬼 如果耶稣真的 拜一拜我 魔鬼一定是将整个宇宙 整个世界给了魔鬼 整个世界给了耶稣 魔鬼一定会把整个世界都给了耶稣 他觉得很值得 他觉得很值得 你就是拜一拜我 你就拜一拜我 他觉得很值得 他觉得很值得 我等一下再做一个比喻 我们等一下再做一个比喻 或者我现在在这做一个比喻 那现在就说吧 那我们就 我现在扮演魔鬼 牧师现在扮演魔鬼 那我就跟大家讲了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将个手机 你可不可以将你的手机 变出一块黄金呢 变成一块黄金呢 可不可以啊 可以吗 你当然不可以了 因为这个要行神迹的嘛 因为这是行神迹 那你说 就是我现在是魔鬼啊 那如果现在 你说强人所难哦 那你是强人所难啊 那好啊 那我就建议第二个 第二样东西了 你是魔鬼又建议第二件事情 我啊 我是魔鬼来的 牧师又又说 我扮演魔鬼 我扮演魔鬼 牧师现在真的扮演魔鬼 那我就带你上去 一个电顶 牧师带你上去那个电顶 你多这么高啊 当做是有四层楼 那么高 跟着就说 就是叫你跳下去啦 牧师就说你跳下去 你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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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跳吗 将手机变成黄金 你一定不行 将手机变成黄金 你一定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就电顶跳下去啊 那你可以从四楼跳下去吗 你不可以 我都可以帮你的 你就算不可以 我也可以帮你 我推一推你 你就可以了 那你说牧师不可以 我扮一脚哦 你说我可以 你这样子会绝腿的 那我就 我就将个难度是降低一点 那于是牧师在将 那个难度再降低一点 你可不可以拜一拜我 那你可不可以拜一拜我 可以吗 可以吗 每个人都可以哦 每个人都可以拜的啊 所以我讲个核心的重点 给你知道 牧师就讲那个核心的重点 魔鬼试探耶稣的难度 魔鬼试探耶稣的难度 越来越容易 越来越容易 但是奖品是越来越丰富的 但是奖品却是越来越丰富的 耶稣我四十就赢 耶稣饿了四十就赢 那不怕 不怕 我都一两天啦 也不怕多饿一两天吧 那耶稣如果从垫顶跳下去 那耶稣从垫顶跳下去 就得到很多人崇拜他咯 那可以得到很多人的崇拜 其实这些都有限的 但是这些都是很有限的 如果耶稣拜一拜魔鬼的话 就好着数哦 那就很划算了 那我就扮演魔鬼啊 那牧师就扮演魔鬼 你不要回应我啊 你不要回应牧师 我在港台这么说 牧师这么说 我亲爱的大兄 他在讲台上说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在我们香港新蒲江对面 有一个新的楼盘落成 在香港新蒲江 对面有一个新的大楼建好了 刚刚落成 刚刚建好 那我就对我会有讲了 于是他对会友说 谁拜一下我 我就把单位送给他 我就把其中一个单位送给他 吸不吸人啊 吸引吗 哇好吸人啊 哇超吸引的 是不是吸人啊 是不是 是啊 是的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 魔鬼试探你的时候 当然给你很多优惠 所以看到一件事情 魔鬼试探你的时候 他一定会给你很多好处 但是耶稣都拒绝他 但是耶稣都拒绝他 第一个是最重要的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 我们看回耶稣 我们看一下耶稣 魔鬼不要这个世界 魔鬼不要这个世界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为了来救这个世界上的人 为了来救这个世界上的人 应该是说耶稣不要这个世界 是不是 是没错 因为他要救这个世界上的人 因为耶稣要救这个世界上的人 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这么说的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那里讲的就是说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其实那个世人这个字呢 其实世人这个字呢 原来这个字是叫做世界 原来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是世界 世界就包括人 世界当然包括人 就是简单来说耶稣放弃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 简单来说耶稣放弃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 那跟着他就怎么样 但是他怎么样呢 他就要为人死 他就要为人死 那些人是顶撞他的 但是那些人是悖逆上帝的 那我就问两个世界哪个世界好一些 那两个世界到底哪个世界好呢 一个世界花里花里的 一个是花花世界 一个世人是顶撞他的 一个世界呢 就是那些世人都顶撞他的 没有人那么蠢的 没有人那么笨的 当然是选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 当然是选一个花花世界 但是耶稣选了什么 但是耶稣选了什么 耶稣选了世人 耶稣选了世人 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呢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真的要很感谢神 我们真的要很感谢神 好 再来 再来 这个三个的关联 我们现在解释了 三个关联我们刚才解释了 那我们要解释 魔鬼最终的目的 究竟想怎样呢 魔鬼最终试探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看耶稣怎么回答 魔鬼 我们看一下耶稣怎么回答的 下面有段圣经 这里有一段圣经 因为经常记着说 因为经上记着说 要敬拜你的神 要敬拜你的神 单单单侍奉他 单单侍奉他 为什么耶稣拒绝魔鬼的试探呢 为什么耶稣要拒绝魔鬼的试探呢 因为耶稣很想是侍奉神 因为耶稣很想侍奉神 那我解释了 那解释说 今天我们在地上里面最有价值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最有的价值是什么 就是侍奉神 就是侍奉神 在这个的启述21、22章都有侍奉这个字的 在启示录21、22章都有侍奉这个字 就是侍奉是可以传流到永恆的 就是侍奉可以持续到永恆里面 所以原来你在你手上里面有一样无价之宝 原来在我们手上有一件无价之宝 就是侍奉神 就是侍奉神 魔鬼是想跟你换了 用尽一切的方法 用尽一切的方法 正如刚刚讲的 试探你的方法越来越简单 试探你的方法是越来越简单 给你的奖品是越来越高的 给你的奖品是越来越丰富的 那你不要中计 我就希望你实实在在 我希望你实实在在 好像耶稣一样 好像耶稣一样 不要走捷径 不要走捷径 好了 那我们就解释在这里了 我们解释这里 魔鬼当然不怕读圣经 魔鬼是不怕读圣经的 但是这里魔鬼就读了圣经 其实魔鬼在这里是引用漏了 他引漏了其中又引漏了一个恩为的恩字 也漏了那个因为的因字 原本是被动的 原来是被动的 原本就是说 如果你不觉意 就跌尘 神就已经托着来了 神已经吩咐使者托着来了 原来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不小心摔倒 神已经吩咐使者去拖住你了 那么他引漏了一个恩字呢 他故意漏掉那个因 他就祷果为因了 祷果为因了 就叫你主动跳下去 叫你主动跳下去 试一下神会不会救你 试一下神会不会救你 这个就是撒旦那个奸险 这就是撒旦的阴险 他引用圣经 他引用圣经 很熟悉圣经 很熟悉圣经 你都背了圣经 也是背了圣经 你都引用圣经 是很到位的 也是引用圣经很到位 不过其实他改了 但是他悄悄带 他要骗你 他要欺骗你 再来一件事 他换了场景 换了一个场景 我就是叫移花节目 就是移花节目 原本一段圣经就说 原本这个圣经是说 你走在路上 你走在路上 就像一个小宝贝走在路上 就像一个小宝贝走在路上 你不怕伏身的 你不怕摔倒 因为有仆人 就会随时去扶着你 因为旁边有个仆人 随时去扶起你 就不是那么危险的 不是那么危险的 不过魔鬼就改了场景 但是魔鬼他改了那个场景 魔鬼带耶稣去哪里 魔鬼带耶稣去哪里 魔鬼带耶稣去垫顶 他把他带到垫顶去 那由垫顶跌下去 和走路跌倒 是不是两样东西来 从垫顶摔下去 跟走路不小心摔倒 是两回事 这个就是魔鬼常常 对圣经的 这就是魔鬼常常 对圣经的偏差 但是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但是很多人其实是不知道的 那我们也都去解释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解释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难 就是很多人都接受不了的答案 其实很多人是不接受这个答案的 你接受也好 不接受也好 其实不管你接不接受 圣经是这样 就是我们从圣经找一个真理 我们是从圣经里面找到真理 如果耶稣拜一拜魔鬼 如果耶稣拜一拜魔鬼 那魔鬼就将万国和万国的荣华 给耶稣 魔鬼就把万国的荣华 世界上的万国万国的荣华 都给了耶稣 我想问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个问题 魔鬼进不进入耶稣身体里面 魔鬼会进入耶稣的身体里面 当然进去 因为这是一个交易 你留意一件事 你留意一件事情 你何时你说我愿意信耶稣 你什么时候说我愿意信耶稣 圣灵是不是进来 你一说信耶稣圣灵就进来了 你说信耶稣圣灵就进来了 这个不是交易 这不是交易 这个是你的意愿 这是你个人的意愿 所以当耶稣拜一拜魔鬼 那魔鬼当然进去了 所以当耶稣要真心的拜一拜魔鬼 魔鬼当然是进去 是没有任何难度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个交易 因为这是一个交易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这个就不是试探 这就不是试探了 就是耶稣是大能神的儿子 耶稣是大能神的儿子 魔鬼是低能的 魔鬼是低能的 那我大能神的儿子 我说我受你试探 如果我是大能神的儿子 我来受你试探 其实这个不是试探 其实试探 因为你打不死的嘛 因为你是打不死的 耶稣你不会失败的嘛 耶稣你是不会失败的 这个是做戏 那是演戏 哎呀我给你试探了 哎呀我给你试探了 哎呀我来这个 你来钉十字很惨嘛 哎呀我来钉十字架很惨啊 哦那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假的了 那这样子就是假的了 就是它跟魔鬼抹猫尾的哦 就是它跟魔鬼演戏了 是啊 那所以 不可以这样的 所以是不可以这样 相反 我们今天跟耶稣讲 我们今天跟耶稣说 哇魔鬼很有能力的 哇魔鬼很有能力 我们不知道怎样胜过它 我们不知道怎么胜过它 那耶稣就跟你说 耶稣就跟你说 喂我昔日是用 人子的身份胜过魔鬼 还是用神子的身份胜过魔鬼 我当年是用神 儿子的身份胜过魔鬼 还是用人子的身份胜过魔鬼 如果耶稣是用神子的身份胜过魔鬼 那我们就输了 如果耶稣是用神的身份胜过魔鬼 那我们就失败了 那耶稣跟你说 那耶稣跟你说 我昔日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人来的 我当年也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人来的 我就运用我的自由意志 拒绝魔鬼的试探 运用了我的自由意志 所以耶稣在地上就活出人的真善美 所以耶稣在地上 祂活出了人的真善美 好了 那我们不能够继续讲下去了 我们就不能再继续讲下去了 那我会留下一个powerpoint 我牧师留下那个PPT 还有我们有些笔记 还有一些笔记 再跟进 下一次再跟进 我想给你一些时间 给你一些时间 你回家自己做作业 你再想一想一想一段经文 你再想一下这一段的经文 好 我们现在就去解答一些问题 现在我们来解答一些问题